每天吃一瓜,封闭结巴巴巴 前阵子晚传要由赵丽颖主演的生命术 这部剧带着杨子的大名上的热搜 话题里面更是更新到连男主都确定好了 对方还是白语,一看就是这么我喜欢的演员 于是不少网友都信了,纷纷表示期待 只是有赵丽颖被传主演的消息在前 由今落到了杨子头上 前后很容易被网友联系起来 导致引起争议说这是杨子抢了赵丽颖的新戏 要内语套路来说 不会出现自来水热度送羊子这个话题上热搜 门上必定是有情况在推进或者已经发生了 只是通过这个渠道放出消息而已 过去还出现过多人竞争的角色 有连本子都没拿到的演员就敢提前买热搜做热搜 图的就是让剧方看到自己 要求不高的美主角换个配角也值 至于赵丽颖 其实当初这部剧跟他有所捆绑时 他那边就有发文否认过了 退一步来说就算这部剧真的与赵丽颖有所接触 他有异象的可能性也不大 毕竟就剧情背景来说 神秘术和风吹棒下是有相似之处的 赵丽颖不缺细约 自然也不会考虑雷同的角色 总结就是杨子赵丽颖抢戏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真正跟杨子有竞争的是另一个8571路线的女演员 对方主动接触过中午那边 还提出了片球可以商量 花了不少心思来争取 这也是业内好本子竞争的必经之路 哪里都有竞争 只要不恶劣抹黑死半子那种 一般都还是属于能被接受的范围 因为这种事都是大家轮着来干 今天A干明天B干 谁又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干